全球局勢持續動盪 想洞悉世界走勢 完善資產配置 那絕對不要錯過4月22日 由 ETNEC經濟通主辦 淘東博士主講的財經講座 2023年政策轉變之年 收貨 但你說是否有驚喜又看不到 那你12%的增長 第一季其實都是預期了的 能夠有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都不錯 不過現在大家重點 看這幾隻電訊股 就是看它在新業務 它所講的新業務 譬如好像中國聯通 最主要就是看它 細數動算 動數細算 就是說我們所講的 大計算的業務 另一個就是數據 大數據的業務的發展 這兩方面如果你看回第一季 其實佔比大概是15%左右 佔它的收入 所以如果你說佔15% 其實如果你比對其他 譬如中國電訊 中國聯通 中國移動 其實在那個所謂的 就是我們要先做新業務 那這方面的比重 其實都還是不算高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想其實中國聯通 就很視乎 除了現在傳統 電訊的業務之外 這方面的新業務 究竟對它的引力貢獻 一直提升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整個電訊股 除了現在所講的傳統電訊 跟著就是非傳統電訊 那方面的業務 收入增長 對股價或者業績的影響 會比較明顯一些 還有你第一季很多時候的數 都沒有完全反映出來 所以見到 其實市場理論上 就不應該說反映太大 那如果你說 除非真的跟預期的 或者是真的說 未來預計 業績都表現 可能跟預期有分別 那股價會反映大些 否則如果你說真的很平穩 或者是基本上跟預期 不相差太遠 那股價我覺得反映不大 那中國聯通雖言 剛才提到 如果說近期 三隻中資電訊股 那我都覺得 中國聯通的賣點是比較少些的 焦點還是在市場 我想都是看著 就是中國移動 跟著就是中國電訊 這兩隻是焦點 那現在看看 看完就是中國電訊 都會公佈業績的了 所以其實就 看看究竟 會不會這方面 現在看到業績 看到中國聯通 或者接下來是中國電訊 我自己覺得整體那個牌位 我暫時都沒有變的 除非你說真的 中國移動 中國電訊出來的業績 很大 預期很大的差距 否則都還是 譬如我選三隻電訊股 我都會繼續選一隻 中國移動 中國電訊 中國聯通 目前都不是那個選擇 中國電訊 其實如果說回近期的表現來講 它的範圍相對是比較黏 中國移動 近期的表現就是最標稱 如果你說電訊股 通常如果你說真的 大家都什麼還沒選的 如果你說就算要追貨 那些人可能始終會覺得 中移動就追得會安心一點 因為始終還是大規模一點 如果你說看完 其他在業務 新業務的增長方面 我偏向選擇中國電訊 因為看它那個新業務 即是雲業務方面的增長 是比預期快的 第二就是這兩隻 不論是中移動也好 中國電訊也好 這個息率是比起中聯通 是吸引很多 這個派息的政策 也都很明顯 是比起中國聯通 是慷慨的 所以變成如果選 我自己進取 就會選擇一隻中國電訊 尤其是它的股價近期 就是見了去4.5號的位置 可能它曾經調整過 都差不多去到4.1 其實那些都是吸引機會 近期又開始慢慢上回 我想都是等它破位 所以如果沒有貨 我就覺得 譬如說4.3、4.4的位置 都無妨去做一個部署 很難看 很難看